影片說明阿吉士 阿吉士 你好 你好 鳳叔 感到比喻大家好 我們今天早開一點通呢 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 今天兩人要怎麼炒 才一道炒到密密 QQ 滑溜滑溜 哦 對對對 他才不會炒到打打 破破 頂噓噓 對 其實喔 兩人會炒到打打破破 頂噓噓就是 你已經把它老化到 柳化物已經完全出來 再老化 還有翻黑 那怎麼辦 所以今天我們在 現在問題來參觀 觀眾朋友分享的就是說 你一樣可以炒軟Q軟Q 而且不用很多油 你就可以控制到 非常好的一個機能品質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個蛋要怎麼樣來做 才不會這樣子硬梆梆 好 首先 首先要先從挑雞蛋開始 你看我們這個蛋有沒有 摸起來抹粗粗 粗粗 如果太緊張就好了 太緊張都表示我們這個蛋 已經放很久了 已經放很久了 我們現在一顆一顆 我們來把它卡一下 卡一顆 卡一顆一顆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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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沒問題 兩顆 真的 好可愛 五顆 我們一定要養成習慣 婆婆媽媽 六顆 我們要學會 防製壞蛋 對 萬一 如果你在打的過程當中 有一顆壞蛋 打出來 不至於壞 但是已經 都已經水減了 水減以後 它就是不新鮮 不要貨進來 好不好 不要貨進來 我們麥克 現在這邊二四六 六個蛋 六個蛋 那一個蛋的話 平均大小是五十克 那六個蛋就三百 三百 三百 我們對多少 十分之一三十的 這一個 是加這個 對 它美乃滋 是 為什麼要加美乃滋 好 美乃滋為什麼要加 第一 它有奶的元素在裡面 第二 它原本就是一個油醬 去跟蛋黃的乳化效果 有脆成出來的 第三 它裡面有微微的檸檬酸 那這裡 這裡面的酸度 第一個 它可以讓這一個蛋 在吸收油脂的時候 很穩定 不是說奶米不夠 奶米太多 剛剛炒蛋的時候 奶奶先放油的意思 對 你今天阿姬是不是叫我們 那個做什麼 不管是什麼 菜脯蛋還是什麼東西 來這裡打這個油 對 就這個意思 是 是 我們現在煮這個 美乃滋 這樣打得勻 沒有問題 你簡易的把它打散就好 不需要去 不需要很勻 不用去價格說 它要不要很勻 不用 因為等一下 它等一下會化 對 我們 我們在店裡裡 蝦仁炒蛋的時候 它自己會化開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這個 滑蛋來炒蝦仁 但是也不會滑蛋 不會滑蛋 不會… 只會很嫩嗎 會很嫩 因為這個美乃滋裡面的酸 足夠於你去軟化它 蛋體熟成以後 產生的老化效果 好 然後再來這個蝦仁 蝦仁 蝦仁 蝦仁我記得阿姬是說要吸乾 吸乾 對不對 來 對… 已經專業到立刻來鋪紙 是不是 是 是 按兩張我知道我兩張兩張 這個節目組織了七年 有些基本動作是有學起來的 好 再兩張 來 媽媽 來 那這個蝦仁洗乾淨以後 注意阿 我們盡量不要去買人家那種冷凍處理 剝殼的那種 自己剝 那裡面有時候會放一些保鮮的東西 我們現在這樣包起來 捏捏壓一壓 壓一壓 水分就壓出來了 這樣蝦仁才會脆 好 來 才會壓力 這樣蟲物才記得住 對 我們現在重點我們看到 蝦仁大家會去價格 價格說蝦要怎麼切 有時候不用切幾顆這樣看起來 比較大塊 不用 我們希望 每一寸的舌尖當中 每一口蛋都有蝦仁的存在 喔 欸 這不錯 切粗粒 一口都有 對 好 你現在這個蝦仁炒蛋傳統的都是 整顆蝦仁這樣 也不是不好啦 但是加起來的時候 整個蛋跟這一個蝦仁的融合度 沒那麼密切 看誰筷子夾得快 對 卡手快快 蝦吃了 對 你現在挑蝦就挑蝦 對 你有時候剛才說 有的這個不吃 那個不吃 尤其我們家裡有孩子的時候 對 這個你就都要吃 好 來 這樣就好了 很簡單 很簡單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些蝦仁 傳統炒蝦仁就會 蛋白玉米粉菌醃對不對 對 這個不必啦 不必啦 來 我們直接就下鍋 直接下鍋 好 乾脆明瞭 是 我們今天有美乃滋來做訪問 我才有傳一些水跟玉米澱粉 好 來 玉米澱粉一大匙 我們就用三大匙水 稀釋一下 還要加玉米粉 來 鳳叔麻煩你把它拉起來 還要加玉米粉 為什麼還要加玉米粉 來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 好 來 阿妤現在這個 要先炒蝦仁嗎 對 先炒蝦仁 先炒蝦 一點點的這個調和油 然後一點點的香油 好 我們現在來 蔥花先來 蔥花爆香 爆香 冷鍋就可以下去了 好 冷油下鍋 冷鍋就可以下去了 冷鍋下去以後 炒香的時候呢 我們的蝦仁丁 就一併進來炒 好的 這個時候 其實要不要跟你們說去過油 為什麼要 好 蔥花炒蝦丁 好的 稍微簡單的炒個 差不多三五分熟 來 那個水過來 水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為什麼要加水 一點點的水 把蝦的甜度給煮出來 好嗎 高湯 等於就是有高湯嘛 好 好 那現在這邊的話 就一點點的鹽巴就好 好 一點點的鹽巴 這樣煮一下蝦就熟了 好 每一口都會有蝦仁 一點點鹽就好了 來 好啊好 好香 來 我們現在 來婆婆媽媽注意看 不是說都煮到很熟 媽媽 我 做什麼呢 做什麼來 玉米粉水過來 玉米粉水在這時候下 嗯 那這樣還沒有加 加玉米粉水 為什麼呢 一點點的玉米粉水呢 把這個蝦子 在裡頭煮的時候呢 整個收汁的效果 讓它出來 喔 這個醬 我們在這個蝦子面上 蝦子上 因為蝦子就很香 是是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注意看 我的腳是沒開火的 好 沒開火你玉米澱粉 進來勾芡的時候 它就會結束了 然後現在是不是收汁 收得很濃 而且把它包得緊緊 對 是不是收得很濃 對 來現在濃了以後再開火 好的 好 我們現在這個軟 對 來注意看 因為我們有那個 沙拉醬疊裡面 它本身就是油 烘蛋的感覺 也不是烘蛋 不是烘蛋 來 就開始慢慢炒 對 現在就開始慢慢炒 拿個鏟子來 油下 往上翻 就有滑蛋的感覺 對 對 我們不用再放油 用它的沙拉醬 不然你如果沒有放那個沙拉醬的話 有些時候那個 皮不會這麼軟Q的 是 它是變乾熟乾熟的 對不對 是 這就有那種早餐蛋的感覺 對 好像歐姆蛋的那種效果 歐姆蛋的感覺 對 歐姆蛋難不成就是放這個嗎 對 輕輕的這樣子去剝 我以為是鮮奶油 原來是沒有 沒有 鮮奶油有水 有喔 你把它剝到前面 然後這樣子剝 趕快… 這樣就好了 有滑蛋的效果很嫩 不會變硬塊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好 這樣就好了 快來… 快來… 嫩… 嫩… 口口都有蝦仁 這招倒不錯 又一樣 好吃 嫩 蛋泡泡的 然後吃到蝦仁好鮮喔 嗯… 而且不是口口都有蝦 是一口四顆蝦仁 嗯… 再吃點就是蛋 蛋的口感真的很… 很厚 嗯… 碰碰這樣 對 你一直把它吃完為止 這種炒法了 嗯… 讓你在掌控蝦仁炒蛋的時候 油脂的使用量 嗯… 你可以很安心很放心 不用煩惱說 它太多 不夠油還是怎樣 吃完以後 你把它注意看 沒油 沒油 乾淨… 一點油的殘留 都不會出來 嗯… 對… 加冥癌之草就對了 蛋就是要這樣子 又有顏色又漂亮 而且口感又很滑 很綿鬆鬆的 嗯… Mas tota… 可以吃吧 你你會愛喝嗎 Mas tota… 我會愛喝嗎 好… 最後… 我會愛喝 你喝嗎 你喝我耶 脆子吧 你喝你吧 你喝你吧 你喝你的粵子 你喝喝了嗎 你喝吧 你喝吧